也是非常严谨的 现在的孩子认识问题 和我们所的认识问题 有一定的距离的 就是目前在女儿身上 有什么是一定要改 她一个月的工作约是很高的 但是她不够花 我们要给她做了很多的补贴 你们给她补贴了多少 你算过吗 六万多块钱 这些她妈妈知道吗 三万多块钱她妈妈知道 三万多块钱我没让她妈知道 如果是她要五百 她说我给她妈妈报 就说是报三百 女儿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她妈妈 说在家里就是女王 这个事情我们家里边 基本上是她妈妈做的 大小的事情我们都 她的同意我们才能去做 你也听她的 也是说是错的事情 我肯定不会听她的 但是在女儿看来 她觉得在这个家里头 你是跟妈妈站一边 关键是我的野外工作 很少跟孩子在一块 她妈妈的这边的东西 我听得比较多 我现在刚退休 我就到西安来了 亲自在我女儿身边 这样的话我就多借助她一些 明白 先聊到这 也谢谢您 再见 再见 刚刚说到那个钱的时候 我看见姐女士这边 整个人都坐直了 出乎您的意料了是吧 真是老叛徒 我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春思知道的就两万块钱 她那圣洒四万怎么来的 我都不清楚 什么给三百多五百的 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事 她只是个打个比方 你要两千 她可能给你五千 你这个意思 她给的就是两千 你觉得像她那么扣的人 她会给我给五千吗 看 叛徒还弄个白眼狼 不是 就是 就是 就水分不能在这方面想 这是现在解决问题的 哪能这样 连线之后 母女俩是一边谈笑轻松 一边却是话中暗藏玄机 针锋相对 面对相爱又相杀的母女俩 我们的调解团队 能否为这场调解 打开新局面 观察阳观文 率先发言 我先来总结一下 我对你们一家三口的 一句话 家里一个小公主 旁边一个大女王 躲着一个老丞相 为什么我会说 爸爸是老丞相呢 他太极打得好啊 他在你们俩中间 这太极从左到右 这谁都没他六啊 但是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男人 太爱你们两个女人了 你觉得这个女王 她要我们所有人 都去宠着她对吗 我觉得小毛 在对待妈妈的 这个关系上面 宠少一点 爱多一点 十年前 当她发那什么 白发飘飘什么 你看我尸体的 那些话的时候 其实小毛 你的内心是比较崩溃的 你感受到的是 来自母爱的一种 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 你决定你退让 从深圳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我觉得你太宠她了 最后的代价是什么 是你错失了十年 你自己事业发展的 最好的机会 但是反过头来 这个妈妈要爱呀 你别以为 所有人都宠着她 如果她真的是一个 不缺爱的人 她的焦虑感 从哪来呀 她为什么会在你半夜 不回家的时候 担心成那个样子 所以当她表现出 她的焦虑时 请你也尝试 再多爱她一点 告诉她说 妈妈我马上回家 或者妈妈我几点钟回家 今后这种方式 可能你还得 再稍微的多做一点 妈妈这边 我要对你说的是 请你心少一点 疼多一点 心多放点在自己身上 多放点在老公身上 那个老叛徒很可爱的 就拿对小毛 工作当中的帮助来讲 其实几万块钱 给自己女儿花 你的内心完全是愿意的 你心里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她安稳下来 可是呢 由于你的表达方式 最终导致小毛 不仅不认你的情 还因为这件事情 把你给记恨上了 所以心要少一点 那为什么疼要多一点呢 简女士 你想十年前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说 简女士你信不信啊 总有一天 我们上街的时候 可以不用带钱包 你肯定以为我疯了吧 但是你看看 十年后的今天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 所以当你在看不懂 年轻人的一些消费观念 和他们在面对职业选择时 所面对的压力 痛苦 纠结 焦虑 抑郁的时候 一定要给她足够的疼惜 有了你给她的疼惜 才有了她自己顶天立地的